10 歡迎回來我們馬上來關心的羽球女子雙打 中華隊的黃金女雙陳文欣跟簡玉錦 這個八強賽只要過這一關就一定有獎牌了 現在11比12 1分的落後 不接球 羽球規定是你不接沒有任何動作就不算 對 還不接 接外這個球判斷得好 判斷非常正確 12比12平手 好快的一拍啊 陳文欣這一個球畫的質量挺不錯 但是這也是我們比較擔心的一點地方 因為在像台北公開賽的時候 陳文欣的滑球狀況並不是非常地好 12比13呢落後1分 而且陳文欣呢他已經是所謂亞運三朝人老了 28歲兩個選手的時候28歲 而且陳文欣呢從今年的中國大師賽 雖然是他們這個搭檔 中國大師賽打到四強 但是他的膝蓋就有積水的一個問題 是 戴霜上陣 陳文欣 所以其實這個是算有一個 在這個競技上的這個運動員來說 膝蓋有傷這個也都是很正常的 因為他們必須 常發生的 必須要跟他的霜當朋友 和平共處 我比賽的時候 我比賽的時候 你不要來亂套了 這已經是長久累積下來的了 哇現在又被拉開了 兩分的落後了 剛剛球評廖志前教練 特別提到的發球的問題 其實總教練李松元 他也有特別提到這一點 在接受採訪的時候 也有針對他們的發球做一下特訓 這幾拍就回去 殺 借外 借外 漁洋把球回擊出界 漁洋今年24歲而已 166公分 比較矮的 王小禮是21歲 更年輕 就比較高的 有175公分高 其實王小禮本來是 跟馬進搭 雙打 女雙的話 他們是世界排名第三名 那漁洋他是跟 杜進 搭是世界第四的 那這個新組合呢 王小禮加漁洋 是因為只打過 兩次 世界排名第53名 對 不過這個排名就 不是那麼有參考的價值 對 但是因為他們參加的兩個大賽 就是日本超級杯 還有 中國大獅賽超級杯 兩個大賽 但是他們通通拿冠軍 對對對 那這兩項呢 陳文新跟檢獄警 都只有四強而已 不過現在至少分數追平了 那你要要求換那顆羽毛球的話 還 這個 要經過主審裁判同意 對 要去檢查一下 基本上應該都會同意換球 現在是16比16 這個球 回球就出界外 只要是我們 好好的把這個比數咬緊 他們大陸上 這兩位選手 應該還是有壓力的 對 中國大陸 短球 發球犯規了 發球失誤 就是你發球 你不能發太短 再往前而已 對 這個發球為例 他必須要經過前面那一條 發球線 前面有一個 觀眾朋友從這邊 就可以看得出來 你球的位置要經過 那個發球線 發那麼短 就違規了 所以現在17比16 我們領先 因為分這個球呢 應該是出界了 出界了 對 我們17比16的時候 是這一局 我們首次分數領先 前面都是落後 不過現在一個 出界球 17比17了 就戰平了 這一次 換王小禮發球失誤 對 兩個人都一樣 各一次 兩次 我們接下來 王小禮跟俞陽 兩次的發球失誤 好好的頂住 又是換陳溫馨 他也發球失誤 真的 傳染病 聯繫三個人發球失誤 這個是非常少見 非常少見 18比18 但是我們也希望說 宇洋也能夠再發一個失誤球 對 所以我們說 不要說東方人 不要說中國人 都一樣 李尚往來 有聽過吧 四個人各一次 這樣子 對 沒有 這次是換檢獄警了 不行了 就是 輪流好了 那檢獄警不要 對 對 發球失誤的部分 目前是王小禮跟俞陽 兩次 我們只有一次了 這次 需要咬住啊 真的高手對決 就 勝敗 會決定在細微之處 是 是 一個小小的失誤 可能就是 嚴響這一場球的 一個重要關鍵 嗯 特別是現在又到了 分數很緊要關頭的時候了 只打21分 現在19比18 我們的落後1分 如果打到20 20的話 就需要打 Deuce 要贏對方2分以上才算贏 最多打 這個球被 前排扣殺下去了 現在 王小禮跟俞陽已經是 橘末點了 第一局的橘末點 20比18 18 我們還有機會 結果這個殺球掛網 第一局 我們的紅軍女霜 陳文欣跟檢獄警呢 是18比21 輸掉了第一局 我們先休息一下 再來看第二局的比賽 我們先休息一下